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什么时候喜欢吃过炒鸡蛋 而且我跟我妈不像 像我爸 你爸可是丹眼皮啊 来 多吃点啊 嗯 好吃 小晴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小斐啊 这个人啊 不大会做家务 平时大大咧咧的 肯定你受了不少委屈吧 没有 没有 特别好 真的特别好 阿姨 你 你也喜欢吃炒鸡蛋啊 你 我 我 我们家小斐太像了 你看 尤其是这个眼睛 特别特别的像 真的 行之之 我什么时候喜欢吃过炒鸡蛋 而且我跟我妈不像 像我爸 你爸可是丹眼皮啊 妈呀 我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啊 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人私去找你也没有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了 你要说我想一出事一出 做事没有责任感 什么事都半途而废 对吧 小斐啊 你从进门到现在 我可是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当初不跳舞的时候 你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你说到这件事呢 我还真有点生气了 你说说 受伤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跟家里的人说 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因为我知道 跟你说了也没有什么办法 也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你怎么知道改变不了什么呢 你不说 你怎么就知道这个结果 不能改变呢 我当时说不让你改嫁 我接受不了新的家庭 不也没用吗 小斐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所有做的一切 是为了你 为了你 你知道吗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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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急 别生气 别生气啊 他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你就是 你大老远来生一趟气 也挺不值得的 反正我决定的事 谁也改变 不是 不是 他 他 行 行 不是 我 我现在就走 不是 阿姨 阿姨 这饭还没吃呢 阿姨 不是 你 别生 小斐啊 我跟你说 你将来跟他在一起啊 有得要受委屈了 没有 不会的 我们俩人在这个屋檐下 没法待着啊 不是 不是 行匪 既然你想好了 是不是 行 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我不管 我也管不了 阿姨 阿姨 你不